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商用车 还有其他所有的车都算起来了 而实际上呢 侠义乘用车一共是达到了2162万辆 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5.2% 证明今年这个价格卷到位了 汽车消费其实还可以啊 因为大家买车觉得便宜了嘛 在这其中呢 新能源汽车呢是达到了775万辆的一个零售量 整个的市场渗透率达到了35.8% 这是非常厉害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以每个汽车集团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核算单元 来看一看在过去的2023年里边 他们的新能源车卖的怎么样 首先呢 在23年这个销量最高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呢还是比亚迪 他们在12月份呢达到了破纪录的34万辆 出口有36000辆 这也是一个销量结构的变化 对于比亚迪而言有三个冠军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边 这个头衔一直是像一期大众啊 上期大众啊 或者是上期通用 他们都曾经拿过 但是没有一家单独的中国车企拿到 这是第一次 第二呢 就是他也是中国汽车市场里边单一品牌的销量冠军 以前这个冠军多年来都是大众 而这一次啊 到了比亚迪的手里 第三个冠军呢 就是全球新能源车型的销量冠军 301万辆的这个销量 也确实让他排到了全球汽车车企排行的第九名左右啊 这是非常具有这个历史意义的 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边 全球销量前十对于中国汽车制造商而言是一个非常遥远 但一直想达到的目标 今年终于有车企达到了 他也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杆效应 而在比亚迪2023年12月的这个车型结构上 我们看到就是方程报开始大批量交付了 交付了5086辆 另外呢 就是这个腾市 基本上维持在12000辆左右 还有呢 就是仰望在12月份呢 交付了1593辆的仰望U8啊 这也证明就是说之前的那些订单啊 确实实在的存在了 至于仰望品牌明年能卖多少 哎 这个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毕竟在这个价位里 中国品牌之前就没有实现过车辆的销售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特斯拉啊 他们的交付量还是非常引起大家关注的 那么根据这个分析师的分析呢 他因为还没有公布财报啊 大概率的话 2023年特斯拉应该是能够达到182万辆的交付量 他并没有达到这个马斯克之前说的这个希望在2023年实现200万辆交付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啊 包括Model 3和Model Y的新老换行 还有呢 这个Cybertruck的进度呢 是低于预期 这些可能都会带来影响 而根据成联会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呢 大概是有90万辆的一个产量 其中呢 有55万辆呢 是在中国本土交售的 还有35万辆呢 是用于出口的 可以看到就是上海工厂基本上承担了特斯拉将近45%的全球的一个产能 证明咱们中国上海工厂 不管是效率啊 成本啊 各方面还是非常厉害 所以从全年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呢 依然是纯电动的就二三十万价位里面 最具标杆和影响力的品牌 将来谁有可能影响他这个江湖地位呢 目前来看的话 雷老板的那台车是有机会的 其他的产品呢 我还没有看到能够与这相匹配的顺序 而接下来这位呢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 就是说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榜单中排的很靠前的集团 汽车集团啊 居然是上汽集团 上汽集团在整个2023年实现了112.3万辆的新能源汽车交付和出口 其中呢 在去年的12月 他们实现了21.9万辆的新能源汽车销售 首先呢 是上汽乘用车 4.1万辆 包含了出口 而其中最大的出口呢 就是挂着MG品牌的出口 而这个其实目前在英国啊 东南亚什么卖的都还不错 因为MG呢 是在当地有认知的 国内的话卖的最多是自己品牌啊 1万辆出头 LS6就占了绝大多数 而另外的21.9万辆中的一半多 是来自于上汽通风50 上汽通风50贡献了12.4万辆 而在整个的2023年里边呢 迷尼EV和宾果分别实现了23.7和23.1万辆的销量 这两个加起来就占了整个上汽集团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三分之一啊 而且呢 他们还要把合资伙伴那也算去 比如说上汽大众啊 12月份卖了2万台电动车 这要算进去 ID家族就一万九千辆 全年ID家族卖了将近11万辆 这是指在上汽大众的 整个上汽集团的新能源的销量呢 你可以把它这样理解 四成靠广西的这个兄弟 然后呢 剩下的里边呢 一半靠合资品牌 ID啊 包括这个奥特能啊 什么这些东西 另外的这个一半呢 是靠上汽集团旗下 自己的乘用车造出来的新能源车型 如果说按照集团牌呢 你确实可以这样牌 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上汽乘用车才能代表上汽自主品牌 在整个新能源市场的真实表现 接下来呢 是吉利集团 整个吉利集团呢 在2023年呢 累计卖出了48.7万辆新能源车型 这还是比较实打实的 因为不管下面卖的是几盒银河也好 卖的是沃尔沃 POSTA也好 它都是吉利集团旗下自己的啊 路特斯也算上 这没毛病 然后银河系列呢 12月呢 是1.2万辆 全年呢 不到10万台 几盒系列呢 12月呢 是卖了17000多辆 全年将近20万辆 然后再加上极客12月的13000辆 全年大概12万辆左右的水平 其实就已经涵盖了吉利集团多数的新能源汽车 而领克呢 则主要是这个PHEV车型啊 比方说领克08的这个EMP车型 在整个12月又是超过1万辆 所以呢 你看到整个吉利集团呢 实际上它主要的新能源车型呢 还是来自于像极客纯电 然后呢银河和几河有纯电有这个混动 外加一堆这个小品牌啊 对吧 组成了它整个48.7万辆的新能源销量 对于吉利这样大集团而言 还必须得是混动和纯电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才行 接下来呢 就是广汽集团 主要是靠广汽埃安 广汽埃安呢 在12月份卖了45947辆车 同比去年是增长了53% 虽然很多人会说这个安安呢 很多车是卖给网约车呀 卖给这个租赁市场呀等等 但是呢 它确实把销量做起来了 2023年全年呢 是48万辆 同比增长了77% 而且呢 离他50万辆的销售目标呢 也基本上有96%的达成率 接下来呢 是长安集团 整个的长安的新能源呢 在2023年呢 一共是卖了47万辆 其中23万辆呢 是卖到海外的 所以呢 基本上一半在国内 一半在国外的一个水平 而在国内这部分呢 比方深蓝汽车 他们呢 全年累计交付呢 13万6千辆 作为一个全新的汽车品牌呢 还是蛮快的 另外呢 就是阿维塔 阿维塔其实之前呢 在阿维塔11这一台车的时候呢 这个销量一直徘徊在2000 3000左右啊 最近呢 因为阿维塔11呢 做了一个价格的调整 然后呢 阿维塔12轿车又出来了 就2023年的12月呢 实现了6106辆的交付 阿维塔11呢 超过4100辆 而阿维塔12呢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也有2000台的一个交付量 所以其实在中国的高端纯电 智能汽车市场 你月销量到5000台以上 已经不得了了啊 不知道明年它能否延续 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轿车SUV各一半啊 一个月能卖个18000辆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品牌人 已经相当成功了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理想汽车 实际上在整个2023年呢 理想汽车也是有一个 大的跨越式的增长 在2023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 只有1.5到1.6万辆的 一个交付水平 然后到了六七八月份呢 比较能够稳定的 站在三万辆以上 到了12月 他们真的冲击了一下五万辆 但是李厂长呢 说他们2024年要挑战 全年交付80万辆 按照他现在的这个产品的 这个数量来看的话 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Mega呢 这台大的纯电MPV 它不会是一个 大众化的车型 它的整个的交付呢 是从2024年的3月份 才开始交付的 那其他的车呢 现在还没有看到 如果说在这个过年之前 空信部都没有看到 理想的新车的话 对于上半年的 整个市场影响是不大的 那这个80万辆从哪里来 可能就是从现有的这几台车里边 就L789来 L789他希望挑战单款车型月销超过三万辆 这几台车不可能每台都卖三万辆嘛 那现在这个市场整个的供需情况 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 那李厂长如果明年想把车卖到这个数量级 只能靠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打价格战了 而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呢 就是华为的问界系列 大概率这两者之间 在2024年有一场雪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长城 长城在这个2023年12月呢 卖了不到三万辆的这个新能源车型 但是呢已经比去年同期呢 是比较好了 同比有1.6倍的一个增长 在2023年全年 长城的新能源车型呢 是26.1万辆 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一倍 其实呢因为长城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呢 出口相对 前面那几家而言是比较少一些的 所以20多万辆基本上卖在了国内市场 就是长城在他旗下 比方包括坦克呀 包括欧拉呀 这些品牌 其实各个的纯电 或者说这个混动车型 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整个长城的新能源 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像吉利呀 或者说比亚迪 那么强的印象 我觉得因为从2023年开始 大家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 比方说像华为 包括小米这些逐渐入局的厂商 他们在整个对于自己的技术包装 产品包装 还有用户的影响力方面是很强的 所以在接下来两三年里 我觉得像长城这样 相对比较传统的车厂 不仅需要把产品做好 还需要把自己在新能源市场的 势能啊 品牌力 影响力 用户关注度都得做起来 接下来呢 就蔚来汽车 在2023年12月呢 交付了18000辆车型 全年交付量是16万辆 其实你看蔚来整个过去一年的 这个交付数量的波动啊 其实挺让人揪心的啊 少的时候呢 四五月份只有六千台 多的时候呢 七月份一个高光时刻两万台 整个的八月份到现在 都没有达到七月份的水平 这么多产品的情况下 如何赶紧优化产品序列 做到把真正好卖的几台车 卖得更好 可能对于整个蔚来品牌而言 是在2024年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他们在这个 New Day上发布的是什么 行政旗舰ET9这个车不错啊 当然他们还是比较聪明的 量产放到2025年 反正就是先树立品牌形象嘛 车子也不着急 所以呢 在接下来两年 你看蔚来这个企业 将来有没有更好的发展的话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看一下他们的第二品牌 就是现在代号阿尔菲斯的这个品牌 他的车应该是2024年要上市了 看看他们的表现 就可以大概判断蔚来接下来的走势了 接下来呢 是领跑汽车 这你看领跑整个的2023年的这个曲线 特别有意思 一二月份的时候只有13000台 然后呢 6000 8000 1万的 就这么持续上来 一方面他们很有性价比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纯电和增程都要做 他们的第一台车啊 真是蛮失败的 但是后来呢 他们逐渐改变路径 第一次改变路径什么 电动车先做代步车 哪怕他是有改电 所以代步车市场呢 让他有了销量 接下来呢 就是做这个主流市场 然后就发现主流市场的纯电呢 竞争的太卷了 而且消费者很纠结 那就赶紧从纯电切换到混动路线 所以现在这个混动路线上来之后呢 所以领跑在国内的销量 就提到一个很好的提升作用 明年领跑应该会比较稳健一些 就是产品不断的打磨升级 然后呢 满足用户需求 先把规模做起来 中国市场只要能把规模做起来 那么在全球市场 你都是有竞争力的 我相信领跑也是奔着这个思路去做的 而排在领跑后面的是小鹏啊 当时大家天天喊魏小李魏小李 结果你打开整个2023年的成绩 大家发现 小是在最后面的啊 小鹏是在进入7月份之后 逐渐进入了一个销量上涨空间 到了四季度 能够实现每个月两万辆 一个比较稳定的销售水平 他之前的整个的一些产品啊 营销啊 包括渠道上 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适应的地方 那么王峰英的加入呢 也给小鹏带来了很多的变化 大众对于小鹏的这个入股操作也给整个品牌带来一些提振 整体而言呢 小鹏呢 确实一直在坚持走智能化 走科技的这个路线啊 产品呢 也逐渐在向家用妥协 渠道呢 也逐渐在向传统的经销商渠道在去拓展 至少它目前的现状 要比未来更加好一点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主观的看法 另外呢 小鹏的X49也是这几家里边 第一台纯电的这个MPV车型呢 也正式上市了 35.98万的起价 外加一些这个车主权益啊 什么的一些折扣 我个人觉得呢 这台车呢 其实还蛮有性价比的 也给整个市场啊 重新定下了一个锚点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问界啊 去年12月呢 交付了24468辆车 其中呢 问界M7的新款呢 就交付了2611辆 而M5呢 还有3857辆的交付 所以这两台车呢 也是现在问界的主要的销售车型 当然 它M9呢 也正式上市了 价格还蛮贵的啊 比理想L9要贵 然后说上市7天 有3万台的大定 再加上最近呢 他们又获得了两个城市的 L3的测试牌照 所以整个问界品牌的势头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你会发现 整个2023年 问界其实一共只交付了 9万4千辆车 前面很多个月 都没怎么卖车啊 就证明之前那一波 问界M7的卖的是真的不好 而且呢 余大嘴说呢 希望问界在这个2024年 能够实现60万辆的销量 如果你问界卖60万辆 然后前面还有理想 卖个80万辆 这个BBA的销量 不下滑也不可能了 因为之前 他们这几家厂商 在2023年的表现 就已经让 二线豪华品牌 有点找不到本了 好 那么确实花了一些时间啊 这期节目有点长 实际上整体的感觉就是 2023年呢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销量数据 本土的一些大的国有集团呢 其实还是靠一部分出口啊 来实现了这样一个数据的表现 而真正这两年呢 靠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厮杀呢 逐渐站稳了新能源市场的呢 我觉得有两类 一类呢是比亚迪啊 包括像吉利啊 还有长城这样的民营企啊 传统车厂的民营企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些这个相对比较新的品牌 比如说像矮安 还有呢 比方说像魏小李 还有这个问界啊 领跑这些 这也逐渐就是说 整个2023年 中国的汽车市场的竞争是多维度的 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乱状 那这个卷会持续多久呢 我觉得2024年还会继续卷下去 到2025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能够看出一些新的端倪了 好那我就老任啊 感谢收看本期的老任问答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关注 我们这是什么 这表什么的节目 如果你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分析什么 有任何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同级人汽车情报所 那里有更专业的内容 供大家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